看是這陣子大法官的提名案 對提名人 讓我們說是 共產黨有提名人 立卡的 澎湖 政議真的說有夠多 民間的蘇貝團隊今天站出來 替馬總統提名不得動 當時要求立法院應該停止 大法官的動議款的審柴 大法官提名 由三個公報政策以來 澎湖不斷 這是比提名人少爺人 因為最親拍的政議 比認真多重 再來又是蘇貝所長陳比喻的立卡問題 總統也研究 又是不為提名人的問題 帶到蘇貝議長公開度限 蘇貝團隊的批評 這個提名案真的是不一樣 馬總統蘇貝成績不合格 他本身不重視 建神小組或審建小組 組成也不對 程序也不可言謹 那麼結果當然就很難看 雖然作出手機 但是沒有將大法官提名前的主任 也許三個立法院準備要正行 動議款的審柴 所以跟團隊的批評 總統起床利用國會多數優勢 想要強退過關 但是讓他們貼得希望 還定一既絕邊跟大法官提名前的賤算 以表是空虛 我們不願意再評鑑一個 可能多數的輿論跟多數的民眾 都認為根本不適格的名單 蘇貝團隊給予大法官不應該論為 多用前的賤算 總統也研究應該中心提名 並且讓貴庭討論變化 正常對台名有四人的特別度 記者 総合報道 您再問 請 您 您 您